做一個一個思考 那從這個地方開始思考一些時候 那中有到底是什麼 在這個社會廠是什麼 從這兩個比較日常的描述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是不是台灣人 就是這樣 有的人說台灣人愛錢就要怎樣 怕死 或者是說環保跟經濟就是這樣衝突 就某種程度我們都可以來這樣思考 當然我們不見得有答案 不過這是一個大的一個問題 一個一個一個長逆 比如說我們來到這個廠裡面 看到這些東西 這些都是我們所不了解的 那到底是什麼 我特別提到說是技術的問題 台灣在近代化的發展過程當中 技術人才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就是說 我們最近古代時代 所創作的台灣經濟的基礎 其實相對來說 也是技術的一種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我個人說是什麼力量改變這個社會 是什麼力量改變社會 就是說台灣如果是比以前更好 那到底是什麼力量促進台灣比以前更好 那這個東西我們必須找出來 如果沒有找出來我們就失去方向 那我說一個例子 在19世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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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到20世紀 資本主義跟共產主義等於在整個世界上 就是站來建來建去的地方 有人主張就是說要走社會主義 有人主張要走資本主義 但是到底是哪一個主義主宰的整個地球的一個發展 這個東西 真的就是資本主義 或者是說共產主義 或者社會主義 有一些企業的研究者 比如說其中一位就是一個 杜拉克先生 他已經往生了 杜拉克先生就認為說 他本人就是已經見證了這個 從二戰前夕希特勒那樣一個時代 到二戰後 他見證了歐洲到美洲的一個變化 那他的觀察認為說 改變世界的根本也不是這什麼主義 他認為根本是什麼 就是產品 他認為就是技術產品改變了我們社會 這個不是談什麼主義主義的 而是就是技術跟產品會改變我們的社會 手機要關鍵 這個是他的研究 那這樣的觀點 我們現在聽起來好像沒什麼特別 但是在那個年代來講 這個是一種 一種重要的一個關鍵 一個關鍵 那一樣我們在這台車也是希望大家 有了一種 尋找一種新大陸的一種角度來看 尋找一種進去 尋找一種我 在這台車每一個次都要 二零飛鮮 中共中共還可以 自身大陸的一種 吱咚 甚至今 狀態的零飛鮮 我會看那些人 每個月都是 有什麼 有什麼 然後有沒有 大家叫鳳山 對啊叫鳳山 我叫鳳山 哈哈哈哈 一樓一樓 我們這次剛來自大辣坡 四月五十 那這次是大辣坡 大辣坡 我們上來這裡 大辣坡 我們要做成分 你怎麼說呢 這個 沒有上線 所以成分公安 我們就捨得滑在這個地方 沒有做什麼 做點摩 那一台樹再這樣 那一天都會成分 因為台樹再兩次很怕 這樣再打一下我們 試一下我們可以 對 整個都這樣 另外一組的電話就是 船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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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是紅 右邊是 左邊是 那它在船上 外船的燈 在左邊 沒有方向嘛 對 紅綠 對 紅綠 對 紅綠 紅綠 這還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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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的是要接 沒有 接到船上去 他這個有安全設施嗎 一接就沒有跌倒的設計 還有燈 他晚上會燈 他那個暗期也好 還有那個聲音 還有那個燈號 有 他現在在叫耶 沒有 那是你 是我們喔 那那個燈號 就是每一個每一座不一樣 所以船他曉得 這個是在什麼地方面的關位 他有那個沒有海 在什麼地方面在山 我真的沒有同樣的 我們要下雨的時候整個不在這邊 整個在船上 台灣廠會為什麼該在那邊 那老船沒算的啦 他有他的戰略需求嘛 那現在沒有啦 現在已經是一過了嘛 所以 我們有實在任務啊 以前只有中油 我們一家現在有台數 這時代不一樣的對不對 那老船沒算在那 那個 那個圍齁 其實不好 但是那個陶海練油場 在那個地方是一個三澳底下 那現在都開放 以前油腹喔 人家都不知道油口 現在外面都要掛招牌 人家知道這是油腹 不一樣 現在大家都 所以別再說他腹部啊 對啊 以前我們都陶海人 陶海人說因為怕 怕 天氣正常 冬地上這個時期喔 經常都不能卸油 天氣很差 沒有怕卸油 那有時間 搶 搶時間就卸油了 那現在稍微高中喔 還是繼續卸 那不然你頭 每週就不停了 所以 所以漏油的時候 也繼續這樣瘦 再卸 現在不行了 現在陶海那場不能卸油了 漏油我們可以卸油 我們稍微會卸油 我會卸油 我會卸油 好坑的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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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工 配工管要保護 總統要買什麼 我們有 我們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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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賣 清氣 我清氣 他在做什麼 我不知道他要怎麼放 我沒有 我們有清氣 這樣說 放放汽車啊 現在用清氣耶 放放汽車啊 小心的那個 那是 有這種做法 但是喔 可能還沒有 還沒有完 還流行 喔 那那個 那個 那個 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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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小車啊 小車用清氣啊 他可能 現在用清氣 他可能 清氣用 更乾淨 他會 根本會有污染 那樣子 可是他還是化 那個石化的產業吧 他 他 清氣要製造的時候 要 要 十萬元 生產出來 但是他清氣本身在燃燒的時候 沒有 沒有污染那個 所以石化齁 石化石化 石化石化石化 是所有的那種 風月之母 現在是 沒辦法代替啊 很基本的一個 那個 文明的 文明進步 他可能 有必要之餓 必要之餓 必要之餓 華哥 因為台灣人去取代 台灣人去取代 台灣人喔 風力 就要我看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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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個專家在台灣 專家 我看我 有數個 一百雞 那個風力 說台中 他做實驗 就一亂吃 那我們台灣的那個 那個 用那個 那個 那個 兩個 這個 一的 那個 那個 我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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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波塊 這樣應該已經 可能不believable 現在 就 只是大小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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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整個台灣海岸線幾乎都消破快 其實有很多因素 有的是譬如說大自然因素 還有一個是所謂與海政地的關係 你這邊跟海政地那個地方就受嚴重 因為被蛙 很多因素 還有問題 有很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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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很多因素 有很多因素